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 好热 好难受啊 哪里来的禽兽 太妙的 也不看安自已什么德行居然敢碰老娘 我腻了 老娘这就宰了你 这里 是哪里 我不是在这些SAC任务的时候 拆带失误被炸死了吗 作为一个金牌特工 被自己一个喷嚏做死了 这个死法 好憋气啊 我的头 好痛啊 头好痛啊 是什么 原来 我穿越了 成了冬月国的傻子五公主 赫赫有名的青般丑女 西民国锐王 轩辕彻的未婚妻 巧得很 这个冬月的傻子公主 也是叫苏青莹 既然穿越 既然穿越 那么我苏青莹 就会以她的身份 好好活下去 她的仇 她的恨 她的怨 我会一点点 帮她讨回来 我苏青莹 回来了 娘子 谁是你娘子 滚 糟糕 该死了 这毒药的药性 居然这么强 轩辕彻 你这个垃圾渣男 给老娘等着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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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 不要跑 我要去去 我要去去 回来 快回来 该送还得送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我可不想被一个傻子给玷污了 娘子 娘子 你别跑啊 娘子 我还得快跑才行 还能活着 真是万幸 好凉爽啊 谁 谁在那里 娘娘 好热 好热 没想到这毒性 竟是这么强烈 滚 不然羞怪本王不客气 没想到这毒性 竟是这么强烈 滚 不然羞怪本王不客气 没想到这毒性 不然羞怪本王不客气 不如直接要了这枚男 怎么说他也是绝世容颜 我也不算吃亏 丑女人 你站住 再敢靠近本王 本王定然将你错过颜晖剥皮柴骨 丑女人 你又干什么 丑女人 你又干什么 你忽腻了 立即该把王放开 啊 美男 你身上好冰凉 好像冰块啊 太舒服了 乖 别怕 我会好好疼你的 丑女人 你敢 我居然被一个丑女给轻薄了 嗯 美男 你的身体 真是美妙啊 真是让我 如痴如醉 我从未对任何女人 有过丝毫感觉 但如今 我的身子 竟是对这个丑八怪有了感觉 魔毒 死女人 你做什么 我身体 好像不热了耶 想来是寒潭太过于寒冷刺骨了 从而阴差阳错地解了毒性 哎呀 看来我运气还真不错 帅哥 恭喜你 幸运地守住了身子 那啥 既然我身上的毒性解了 那我就不打扰您泡澡了 您随意 咱们山水有消逢 好 后会有期啦 拜拜 所以 这死女人再把我的浴火撩起来后 是打算就这么把我晾在一旁 不管我了吗 臭女人 你敢 你敢 臭女人敢戏耍本王 你好大的胆子 太妙的 我孙秦云出道多年 还从未被人这般威胁过 不就是摸了她一把吗 好什么好 如此伶俐地伸手 你究竟是谁 孙子 我是你奶奶 你愁死 你愁死 这是 什么情况啊 我说呢 原来是强行运功毒发了 真是风水轮流转呢 让你哼 这回在我手里了呗 真是可惜了 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就这么挂了 长得这么好看 不去当男舞鸡 着实可惜了 凭她的姿色 我若是把她卖去打工 铁定能大赚一笔 老天带我不博啊 我要发财喽 还好还好 还没死透 这事儿有戏 搞定 我前世的杀人的必修课程 没想到在这里也派上用场了 我要翻彩喽 怎么这么重啊 我的老药要闪了 太老老的 这具身子也外面太娇气了吧 要不是为我鼓舞傍身 岂不是要被压成歪脖子硕 不行 以后得赶紧找个时间 训练一下这个身子 淡淡的幽香 我记得 是那个女人的 她究竟是什么人 熟此诡异的点缺手法 我从未见过 诡决奇妙 不符合成理 自称一拜 让人无从下手 她到我条把我带到哪里去 她老老的 这古代女人都不寂寞的吗 怎么走了老半天都没看见烤鸭店 她 她 她老老的 寂寞 这熙明的女子也未免太彪和了吧 还有烤鸭店是什么地方 是我太孤陋寡闻了吗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 熙明有这样的地方 这女人带我去那做什么 荒天不负有心人 我终于找到了 小乖乖 我们走 保准给你买个好价钱 大家让一让 让一让 看着点儿 哪儿来点儿 不看路啊 不要挡住我赚钱呢 老板娘 谁呀 敢来这儿撒野 瞎让什么呀 干什么干什么 干什么 你是来砸场子的 想不到这老板娘居然这般自私 凤姐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挑事的人给我赶出去 是 凤姐 等等 凤姐 我不是来砸场子的 我是来跟你谈一笔生意的 你 做生意 对 对 就是要跟你做生意 都下去 凤姐 那我们 都该干什么都干什么去 姑娘可是知道 我这是什么地方 知道知道 我就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才特意过来的 姑娘可是要与我做什么生意 这是什么地方 你看这男人能卖多少钱 这死女人说什么 她竟敢把本王卖到这种风化场所 该死 身子还是动不了 你要卖了她 好俊的男人 好俊的男人 对啊 凤姐 她长得不错吧 行动不如行动 你开个价吧 卖了这村 可就没这店了 我做生意 绝对通所无欺啊 该死的女人 居然这么急着把本王卖出去 姑娘 她身上为何有血 呃 这 凤姐 您可知她身上的血是如何而来的吗 哦 想法太多 以至于憋出了内伤 这人 她真是 死女人 你最好每天高香祈祷不要遇到本王 否则本王一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唉 凤姐 实话不瞒你说 其实我原也是干你这一行的 这男人原是我那边做事的 本来他这么好的卖一体质 我是如何也舍不得卖的 可是你知道他的战斗力有多强吗 一人对战十人都不在话下 弄坏的家具不计其数 但即便是这样 他人是不满足 逮到了这老母猪就死活要战斗 我费了好大的精彩拉住他 这不 硬生生就给编出了内伤 还吐血了 唉 我实在是别无他法了 只好忍痛把他给卖到你这儿 凤姐啊 大家都是女人 您应该能明白 我一个女人家 辛苦创业 白手起家 实在是不容易啊 您就行行好收了他吧 否则我连新家具都卖不起了 我手底下还有一群人等着吃饭呢 这么好的男人 真是不能错过呀 都是女人家 我明白你的不义 你放心 你的男人我凤姐买下了 我绝不会亏大了他 什么你的男人啊 我跟他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好吗 真的 真的 我凤姐说到做到 唉呦 那都不好意思啦 没事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带我来干什么 无耻的女人 那 凤姐值多少钱 一千两 啊 啊 才一千两 凤姐 你我们也太空了吧 你瞧瞧这精致的胸肌 你再看看 他圆锐的臀部 这弹性 这硬度 这质量 母猪都想睡他了 你好意思才一千两吗 你教他情何以堪呢 一千两你还嫌少 你想多少 嗯 最低 也要一万两 好 一万两 小丫头 一万两你怎么不去抢啊 我们这是小本生意 一年还不到五千两 一千两已经是天价了 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 可是一千两实在太低了 本都不够 看你年纪不大 胃口倒不小 太黑了吧 必须的 头可断血可流 钱财不能施 谁断我财路 我送谁上路 这是我做人的基本原则 必须的 头可断血可流 钱财不能施 谁断我财路 我送谁上路 这是我做人的基本原则 你这小妮子 不去从上还真是浪费了 银凤姐 你真会设下 你 这样吧 两千两 还是少了点吧 这已经不少了 这么好的人 错过可就没有了 你这黑心肝的 我凤姐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像你黑的这么理直气壮的 好 就三千两 成交了 好说好说 做生意就要有这种魄力 凤姐你实在是太爽快了 好 你呀你呀 反正你都快挂了 应该也不介意帮我赚点生活费吧 多亏了你这张妖孽的小白脸 长得这么角色 可不要把人家走了后门呢 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 这赠送的衣服还不错嘛 走了走了 这小丫头还真是个白眼狼 对不起 你在这一动不动的 是在找茬吗 我说啊 银儿 你跑到哪去了 银儿 你实在太胡闹了 怎可随意乱走 哎 古代真是盛禅美男啊 只是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 好像有点眼熟呢 万一出了什么事了 你要皇兄怎么跟父皇母后交代 我就说这人怎么越看越觉得眼熟呢 原来是我的太子皇兄 苏紫义啊 苏紫义啊 皇兄啊 我真的知错了 皇兄 你不要再受我的气了好吗 好了 累坏了吧 回衣馆好好休息 明日随皇兄进宫 哦 知道了 公主 你总算回来了 可吓死奴婢了 若您出了什么意外 奴婢就是万死也难辞其咎 哦 好了好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不哭 不哭啊 汐儿 你若再哭下去 你家公主我可就得饿死了 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瞧奴婢这脑子 公主 您稍等 奴婢马上去给您准备膳食 这 吃饱喝足的感觉真舒服 真是撑死了 我的脸 这 原来 嗯 我的脸 这 原来 还好 这毒素并不棘手 想要彻底解掉脸上的青斑 两日足矣 哈哈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哎呦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嘿星夜 你堂堂北陵摄政王 居然被人给卖到了这种地方 还差点被人走了后门 哈哈哈哈 上官江湖 你笑够了吗 嘿星夜 你说倘若本宫在池上半壳中 你会不会已经被人给糟蹋了 可恶 柱子 你的伤如何了 不碍事 不碍事 传令下去 绝地三尺 也要给本王将那个女人找出来 哦 不知那女子有何特征 面有青斑 丑如青鬼 此女不仅丑陋 且行为举止透露过猥琐之气 无耻至极 居然能把北陵的堂堂摄政王气的发道 不知那人是何方神圣 公主 公主 您醒醒啊公主 我 干嘛 我昨晚很久才睡 知不知道 扰人青梦 是会被雷劈的 公主恕罪 是太子殿下让奴婢来叫您的 您今天要跟太子殿下进宫 事关两国交好 奴婢不敢违背太子殿下的意思 我差点忘了 公主 时春快来不及了 您快换衣服吧 嗯 知道了 我这就起来 真是麻烦 公主奴婢帮您更衣 好吧快点 不能让皇兄等急了 是公主 奴婢会减量快点 还不错 走吧 公主 您今天不梳妆了吗 化妆 算了吧 你看我这脸 画不画有什么区别吗 顶多就是丑得别致了点 还是别麻烦了 你随便帮我梳一个简单的发型就好 我怕皇兄等急了 公主 您不要这样 其实那青斑也不是很难看的 您不要自暴自弃了 嗯 他不是很难看 他只是非常难看 非常恶心 嗯 鲜儿 真是难为你了 为了哄我开心 竟然是昧着良心的谴责 说这般为心的话 嗯 公主 好了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放心吧 我没事的 诶 这个面纱 感觉可以用上呀 可以 哇 公主 您这样一做打扮 好漂亮哦 一点也不丑了 公主最近在干什么 是啊是啊 我感觉 皇兄 嬴儿 怎么了皇兄 人家今天是不是格外好看哪 有没有被惊艳到呢 啊 万不能让西明等急了 哎 怎么了皇兄 人家今天是不是格外好看哪 有没有被惊艳到呢 啊 走吧 万不能让西明等急了 明天便是皇兄的生辰 在一个月后便是四国大典了 煞时四国将同聚西明 东越国位于我国邻国 杜徒较劲 事宜已经进入皇城 不出意外 今日便回到宫中 而北陵与南疆也与步入我国边境 皇兄怎么看 四国交好 西明作为东道主 自是好好招待 若是他们不识相了 西明也不是任别人随意拿捏的软柿子 有密报说 北陵社长王军离业 于昨夜便已到达荒城 只是他为人太过警觉 我们的人 目前并未查到他的踪迹 若他这么容易 就被我们发现了行踪 那么北陵国也不会位居四国之首了 这个人 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危险 嗯 黄兄 你赢了 臣弟甘拜下风 其实我赢了 那么按照约点 明日朕的寿辰 你可得给我准时到场 不可缺席 黄兄 我们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你也知道我的性子啊 像这种无聊的宴会 我会闷死的 没有 没有 黄兄 哥 叫父皇都没有 必须去 黄姐 今日不管你如何巧舌如蝗 你都必须给朕去 黄兄 你明明答应臣弟 可以不离朝政 允臣弟做个逍遥王的 你若是不去 他也可以 真的吗 真是他一件 不过 莫 你年纪也不小了 也该成家立世了 朕听说此次四国大典 各国的公主郡主义都会来 到时候朕会细心为你挑一个王妃 你别妄想逃婚啊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朕就是绑着 也要把你绑过去咯 黄兄 为了西明国的江山设计 莫说是参加您的寿臣公宴了 就算上臣弟 上刀山下火海 臣弟自当 义不容辞 容正考虑考虑 不是吧 黄兄来真的了 黄兄 臣弟身为你的胞弟 理应出席 臣弟恳请黄兄 答应臣弟 起来吧 这几天好好准备一下 你能这么想 朕就欣慰了 黄兄 臣弟听说 冬月国来的 可不只有苏子义啊 还有那个 丑如轻鬼的傻公主 小七这小子 居然敢给朕逃婚 看来是朕太纵容他了 对方可是有名的傻公主啊 小七不跑才怪呢 这几天给我把小七看好了 他若是跑了 朕就让你代替小七 跟冬月联姨 不是吧 黄兄 这跟臣弟有什么关系啊 啊 黄兄请放心 臣弟一定睁大了眼睛 就算上茅厕 一时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绝对不会让他逃了去 你有这觉悟便好 啊 冬月太子远道而来 我昔鸣彭毕生辉 辛苦了 啊 容丞相客气了 传闻他长得相当俊美 睿智非凡 今日一见 这个荣月给人的感觉 当真是难以馈摊 深不可测 在下荣月 皇子 啊 嬴儿 你怎么 真好 他喵的 老子飞檐走壁 高空跳鸡都没什么反应 一次马车 就差点拖掉了老子半条命 你 嬴儿小心 啊 糟糕 要被猜死了 老天爷啊 你不是这么玩我吧 公主 让公主受惊了 月在这里向公主赔不是 公主 现在没事了 你救我就救我 赚个毛线哪 啊 左向大人有严重的洁癖啊 那个冬月公主真是胆子太肥了 嬴儿 嬴儿 嬴儿你怎么了 公兄啊 您老人家难道看不出来 我晕死了吗 冬月太子 岳桥这贵公主的脸色不是很好 你们一路周撤劳顿 不如先到行宫休息一夜 待明日再见我朝皇上如何 那便谢过容丞相了 多谢丞相对银儿出手相救 这个人情 本宫丞相了 还望丞相 海涵银儿的冒失之举 太子客气了 不过一件衣服罢了 贵公主身子虚弱 可需要岳请御医看一下 呃 这 这能请御医吗 一请御医 我不就露线了吗 本宫初来乍到 就不麻烦容丞相了 容丞相的好意 本宫心领了 如此 岳这儿就回去向皇上复命 太子 请 容丞相 请 来 她怎么还不走啊 我会被看出什么了吧 稀儿 哦 太子殿下 好好照顾公主 是 太子殿下 公主 您醒啦 您还觉得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 我说你好得很 你知道皇兄 这是要去哪儿吗 哦 奴婢不值 太子殿下没有说 这个苏紫义 看起来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实则却是深不可测 万一她知道 我根本就不是苏卿营 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公主 公主 您这是要干什么 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 废话 当然是要逃跑了 逃跑 为什么呀公主 逃跑 当然是为了保命呗 不行啊公主 太子殿下吩咐奴婢 好好看着您 若是殿下回来 看不见公主 一定不会饶过奴婢的 你说你拦不住我 不就行了吗 不行啊公主 太子殿下吩咐奴婢 好好看着您 若是殿下回来 看不见公主 一定不会饶过奴婢的 你说你拦不住我 不就行了吗 不行啊公主 奴婢会没命的 那你就说是我打晕了你 这样我皇轩就不会怪罪你了 太子殿下这么精明 不可能会上当的 公主 您不能走啊 太子殿下性子一向温和 略戴下人也很是和善 可之前公主在驿馆走失了 殿下可是一怒之下 大杀了一个婢女呢 还有这种事 要不我亲手把你打晕 公主 公主我求你了 公主 公主你不要走吧 嗯 要不就这样 直接把她打晕算了 公主 公主 你若真的要走 就把奴婢也带走吧 让奴婢跟着您 嗯 也好 这样你走了 也就不会有人被我连累了 公主你真好 啊 这 看似只有几个侍卫 实则三步一岗 守卫森严 现在是大白天 我们想要就这样离开 绝对不可能 且不说能不能离开 说不好 我还会因此暴露身份 嗯 看样子 只能等到晚上再另做打算了 只是希望在这之前 苏自义千万不要回来得这么快 啊 公主 我们现在就走吗 可是外面的守卫 嘘 看我的 怎么这么大的风 啊 这现在快走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公主 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人的眼睛在光想瞬间消失的时候 需要短暂的试影才能够看到 所以我们刚才出来的时候 他们是完全看不到的 至于我的功夫 那可是保命用的 公主您好厉害 好了 快走了 公主您到底要去哪里啊 离开西鸣皇宫 公主 奴婢 奴婢 奴婢不行了 奴婢 奴婢 实在怕不动了 那 那好 你先待在这里 等我找到确切路线之后 再回来接你 你不要乱跑 公主 你 你要小心啊 这个地方 怎么跟迷宫一样啊 真是有够累的 皇兄 快溜啊 真是累 累死老娘了 这 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真是累 累死老娘了 这 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真是累 先进来 躲躲再说吧 好温暖啊这里 这么浓的热气啊 我去 太凶残了吧 又来 又来 可妙的 老虎不方位 你当老子是病猫是吧 救你消责 我得要看看 是哪个王八蛋在暗算我 这股让人精致的冷冽 和胆寒的杀意 这个男人身上 那一股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霸气 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此人 绝非等闲之辈 看来 得刷点滑头了 试试看 能不能挡住她的视线 再收拾她 走你 雕虫小技 看来 只能用这招了 好痛啊 你是谁 当个擅闯真的零小弟 我是你苏大爷 你的身手很诡异啊 你不是新民国的人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都说了 我是你苏大爷 你 你 你 来而不枉费了一眼 你暗算我 大爷我赏你一条内裤尝尝 不用客气 这是老子赏你的 你 什么玩意儿 你居然 你居然 去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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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林君何在 臣在 欺兵皇上 属下护驾不力 还请皇上恕罪 传阵执意 所有禁卫军出动 在皇宫捉拿女刺客 不得惊动东越国太子 抓到后 秋天阁杀 是 属下领命 你 记住 那女罪面长轻斑 长得恶心至极 公主怎么还不回来 太子殿下 奴婢见过太子殿下 你是盈儿的贴身别拟 深夜不在她的寝宫伺候 我以何出现在此 奴婢 奴婢 本宫且问你 公主现在 在何处 皇上 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居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她的气息 盈儿 你去哪儿了 怎可私自离开行宫 昔明可容不得你胡来 你又想惹出什么祸事来 啊 啊 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居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她的气息 盈儿 你去哪儿了 怎可私自离开行宫 昔明可容不得你胡来 你又想惹出什么祸事来 啊 啊 皇兄对不起 我觉得行宫很闷就出来偷偷气 看到这皇宫的景象这么好看 就忍不住出来走了走 然后 不小心 就迷路了 嘿 皇兄 我知错了 你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明日先随我去参加国宴 回来再罚你 再胡闹 我就送你回冬月 皇兄 皇兄 太子殿下 公 公主 公主 这个 皇兄 你们都出去 是 是 太子殿下 盈儿 随我进来 是 皇兄 我能不进去吗 说吧 你到底是谁 今日她的表现实在太反常了 不仅毫无半点赤傻之气 一双灵动的眼睛 更是阴影闪现出聪慧之光 皇兄 你在说什么呀 我是你的皇妹素青莹啊 哦 是吗 本宫可不记得 银儿有那么诡异的身手 可不记得 她何时变得如此聪明 皇兄你在说什么呀 我不明白 我真的是素青莹 若我不是素青莹 为何和她长得一模一样 连皇兄你都不曾发觉呢 明明相貌确确实实是我的皇妹 但是里面的灵魂 却好似换了一个人 银儿天生赤傻 连一句话也说不清楚 反观你说话清晰 头头是道 要本宫如何相信你 皇兄 如果我说 我死过一次 你信不信 你说什么 皇兄 你心里定然很是疑惑吧 明明一样的容貌 突然变得迥异的性格 这可是怎么也说不通的 实际上 我在前两天 就已经死了 本以为我会就这样死去 没想到 我在临死前 看到了我浑浑噩噩的一生 我觉得不甘心 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阳王爷怜悯我 所以 让我重生了 重生 皇兄 我知道我的说法有点尽是害俗 可若你还不信我 我也百口莫辩 养烧要剐全凭皇兄处置 我绝不反抗 本宫信你 皇兄 你不怕我吗 我可是死过一次的人呢 你只要记住 你是苏清姨 我是苏紫义 你永远是皇兄的皇妹即可 哪怕你死过一次 只要有皇兄在 必定保你一世安然无恙 皇兄 我知道了 银儿 关于今夜之事 你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否则后患无穷 皇兄 你放心吧 重活一次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赤傻的苏清莹了 你放心吧 银儿 关于今夜之事 你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否则后患无穷 皇兄 你放心吧 重活一次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赤傻的苏清莹了 你放心吧 好了 夜深了 你歇着吧 明日可不能务实 嗯 嗯 皇兄慢走 皇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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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宫业 我可不可以不参加啊 胡闹 我们冬月这次受药而来 你我定当参与 除了我们冬月 其他两国未来的储君也会来 我们岂可失礼于人前 啊 这么夸张啊 好吧 那我不走就是了 银儿 你这是做什么 我这不是担心自己长得太丑 影响世荣了吗 快随我进殿 冬月太子 武公主到 本宫代表冬月 祝贺西明皇 冬月太子客气了 请坐 谢西明皇 北陵国太子 摄政王到 摄政王来了 我听说 到底是什么人 能让他们这么关注 这就是摄政王吗 快把你手放下 他曾一举踏平这大陆的几个小国 促成中原形成了四分天下的局面 使北陵国短短几年间 成为了中原四国之首 呵呵 这是怎么了 大家为何都看着本宫呢 本宫应当没迟到吧 莫不是本宫长得太过俊美了 把大家都迷住了不成 呵呵 谁会看上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废才太子 只知道夜夜洞着青龙 沾花着草 天王王爷 这回惨了 这男人不是应该在驿馆等着被走后门吗 他怎么又跟皇家扯上关系了 啊 恭贺西明皇 北陵太子 寿政王 请坐 这气氛不能一直紧张下去啊 本王若是猜得不错 这位应当便是东月国的五公主了吧 久仰久仰 你这不是让我成为焦点了吗 你大爷的 你真是个烦人的杜嘴公 摩尔 你还敢放肆 皇兄啊 既然东月五公主与小七有婚约 不如让他们两个见面如何 也不枉东月公主千里迢迢过来了 你就成全了她一片痴心吧 瑞王躲她还来不及呢 又怎会见她 这下有好戏看了 那还真是多谢西明莫王的关心了 改忙之中 还不忘抽空关心本公主和瑞王的婚事 本公主感激至极 轩云莫尼亚很邪猛 真是多管闲事 她不是头脑简单 话都说不完整吗 为何言语如此犀利了 如今盈儿已经不傻了 他们若想欺负盈儿 只怕也逃不到好 如今盈儿已经不傻了 他们若想欺负盈儿 只怕也逃不到好 应该的应该的 毕竟西明与东月联姻 两国很快就是殷勤了 本王自是要关心关心的 莫王这般关心本公主的婚事 莫不是看上了本公主 我只想找点乐子 可不想把自己给赔进去了 五公主说笑了 本王绝无此意 莫要误会了 没眼光 既然你没那个心思 那就请管好你的嘴 不要在这儿瞎 是本王的错 废话 当然是你的错了 没事关心个球啊 看把本公主一颗心伤成了什么样 你到底是哪来的自信人家会喜欢你 真是丢人哪 去人 听闻冬月五公主如貌惊人 不知本王可否有幸 能够一睹公主的风采 北林摄政王跟冬月的傻子公主说话了 这可真是不可思议啊 不好 这妖孽该不会是认出我了吧 这个就不必了吧 我们大家都是有寒养的人 怎可肤浅的只看容貌来评论美丑 我们应当用心去感受人的美好 心灵美才是真的美 你说对吧 摄政王 好啊 五公主不肯接线面纱 可是有何难言之也 看她的喜悦 可是百年难得一遇 婴儿怎么会跟军丽叶扯上关系了 哼 她自然不敢接下面纱 怕是太丑 吓到我们了吧 摄政王想必是听错了 说她真的容貌惊人 西明睿王也不会避她如鬼神了 哼 就是 天下有谁忍不知 这冬月五公主吃傻无知 说她容貌惊人 哼哼 也不怕笑掉大牙 非语 闭月 闭嘴 没瞧见素贼婴臣的脸色吗 苏秦银再不及也是一国公主 身份尊贵 岂是她能王家评论的 哼 本公主就长得丑 怎么了 爱这两位什么事了 我丑我骄傲 有本事你丑一个给我看看 酸什么酸 本公主 拉着你们眼睛了 反正过了今晚 我的容貌就能恢复了 何须跟这两条疯狗承难口舌之快 这傻子 怎么脸皮变得这么厚了 居然还以丑为柔 哼 蓝小姐 请你们慎言 我泱泱冬月国的公主 岂是你们能王家批论的 冬月太子息怒 小女教导无方 不识大统 还请冬月太子海涵 飞鱼 还不快向冬月太子赔罪 不必了 姓名如此目中无人 本公消受不起 有相 朕看你是老了 皇上 皇上 是老臣教女无方 请皇上讲罪 对呀 虽然南疆与冬月 同为四大国之意 但我们南疆可是四国中实力最弱的 要是把苏紫衣给惹脑了 我可就惨了 对呀 虽然南疆与冬月 同为四大国之意 但我们南疆可是四国中实力最弱的 要是把苏紫衣给惹脑了 我可就惨了 现在还不是冬至老狐狸的时候 冬月太子 朕自罚以为 算是赔罪 莫害寒 皇兄 算了 狗咬了咱们 咱们还能咬回去不成 狗毕竟是畜生 跟他们计较 岂不是低了我们的身份 且由他们乱废去吧 小丫头 你这是把整个西鸣跟南疆都得罪了呀 我可没有指名道姓 谁硬要对号入座我也没有办法 西鸣又像不过一个正义品的大臣 恐怕还代替不了整个西鸣吧 这丫头当真聪明 几句话就轻描淡写的把西鸣撇开了 这样西鸣仲臣再不满也说不得什么了 月曾听闻 冬月五公主面有青斑 甚是恐怖 今日一见才知传闻果真当不得真 谣言无人呢 她又是一个长嘴的 就是因为我脸上有青斑 辨识度极高 所以才故意戴着面纱的好吗 这果真是她 这个该死的女人 好 左相如此说来 朕倒是有些好奇了 五公主趁有个不情之情 可否 既是不情之情 就请西鸣皇不要为难我了 人都是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一张嘴巴 有什么 真丑暴了 好久不见 北陵摄政王与皇没认识 银儿从小到大都是在冬月 怎么会和军力也扯上关系 认不认识 冬月五公主心里有数 把本王卖到那种地方 本王岂会轻易饶你 银儿 大家让一让 让一让 不要挡着我赚钱呢 说什么 说我把人家送去卖艺了吗 但是这话我能说吗 说了 我就只剩清明节可以过了呀 黄兄 不知为何 感觉最近许多事情 我都记不太清楚了 想来 许说我年纪大了 记忆力衰退 至于北陵摄政王嘛 我很确定 绝对不认识他 朕看也是 童月五公主自小就生活在神宫 怎会认识远在北方的北陵摄政王 不过 朕怎么觉得 冬月五公主看着这么眼熟呢 听轩辕落成这语气 看来这该死的女人 还得罪了轩辕落成啊 这女人落在她的手上 必定活不成 不过 要杀她 也是我亲自来 何须借用他人之手 西明皇 本王看你是眼花了 皇兄 臣弟绝不会举速经营的 瑞王当着各国诸君的面 退了冬月五公主的婚约 这一戏绝对精彩 你总算出来了 我的渣男未婚夫 胡闹 两国之间联姻 请你胡来 还不快坐下 胡闹 两国之间联姻 请你胡来 还不快坐下 皇兄 若真要两国联姻 臣弟可以接受 但臣弟绝不接受自己未来的王妃 是个不真不结之人 冬月五公主未婚是真 这消息太劲爆了 哟 这渣男是打算倒打一耙 可惜 要让你失望了 以前的肃青银好糊弄 我可不好对付 也罢 也罢 银儿如今今非昔臂 就让她自己处理吧 不好意思 本公主耳朵不好使 听得不太清楚 麻烦你再说一次 哼 这女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怕是轩原车要遭殃了 哼 身为堂堂一国公主 行为竟然如此粗鄙不堪 冬月公主的教养 真叫本王大开眼界啊 你也说了 本公主是出了名的痴傻 你跟一个痴傻之人谈教养 可笑 身为一国王爷 竟在大殿之上 当众欺辱一国的傻子公主 哎呀 你的气度跟教养 还真是连个傻子都不如啊 下面要说的 才是重头戏 轩原车 你方才说我不真不竭 可有证据 可知污蔑一国公主 是何罪 哼 还需要什么证据 我问你 前两日你去了何处 要不是星瑶偶然撞见了 我岂不是还要蒙在鼓里 哼 前两日 轩原车 你莫不是傻了 那天 可是你传信将我约出去的 不但给我下了毒药 还把我打晕扔到了郊外的破庙之中 任由一个傻子凌辱 要不是我命大 从他手中侥幸脱逃 我的清白 可就要毁在一个傻子身上了 轩原车 当初可是你亲口说的要娶我 如今为了与我退婚 你却不信要毁了我 你还真是狼心狗肺啊 岂有此理 此话当真 你胡说八道什么 本王怎么可能给你传信 本王这几日一直在书房 从未出过王府 又怎么见你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她这种话了 这种承诺我五年前只对星瑶说过 毕竟当初是星瑶救了我 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也只有星瑶 哼 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 这是你当日约我出来的信条 都在这儿 你自己看看吧 这 这是 的确是我的印鉴 可是 我明明没写这封书信啊 这字迹 为何会与星瑶她自己如此相似 哼 说不出话来了吧 轩原车 你不想娶我 我也不见得有多想嫁给你 今日 我代表冬月 亲自退了和你的这门婚事 从此你我 桥归桥 路归路 互不相干 银儿那么痴迷轩原车 如今居然要退婚 只怕是被伤透了心 也罢 既然银儿不喜欢 那这婚事 退了也罢 西鸣皇 若瑞王无意娶皇妹 冬月愿意退婚 冬月太子可想好了 一旦退婚 五公主名誉必将受损 与她事后出嫁极为不利 还望冬月太子三思 冬月太子可想好了 一旦退婚 五公主茗玉必将受损 与她事后出嫁极为不利 还望冬月太子三思 西鸣皇请放心 我非常确认 十分之确认 冬月什么的对我来说 并不重要 我不是别人 不能决定别人对我的看法 怎么活我自己决定 只要开心我才不在乎别人呢 真心对我的人 也不会在意我那所谓的名声 不过 我很有必要强调一下 不是她退的我 是我苏青莹 看不上的轩辕车 苏青莹 怎么 瑞王难不成还舍不得我了 舍不得你 除非本王疯了 退了也好 你日后别反悔就成 放心 绝不纠缠 五公主 你当真要与小七解除婚约 这可不是儿戏啊 还我慎重考虑啊 我确定 当初爱轩辕车的时候 她看不起我 忽视我 嫌弃我我都忍了 可这样拼命地忍让 换来的是什么 是变本加厉地见她 五年前 我舍命救她 容貌尽毁 是她亲口承诺我 无论我出身如何 平貌如何 都会娶我为妻 就因为她这句承诺 我傻傻地等了她五年 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 这样不对等的感情 我宁可不要 五年前救我 她这话什么意思 五年前救我的人 难道不是信瑶吗 她怎会如此了解五年前的那件事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西明皇 冬月同意解除婚约 西明皇请下国书吧 本功好回禀父皇 即使如此 朕就召告天下 写出小妻与五公主的婚约 只是 希望此事 不会对西明与冬月两国交情有所影响 啊 不会的不会的 绝对不会影响西明与冬月两国的交情 西明皇请放心 我为什么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五公主 正还是有件事想问你 不知你可否记得昨晚 还来 西明皇干嘛突然用这种调调说话 吓得人家差点尿裤子 内裤 这死内人实在威胁我 竟然让黄生雷打不动的表情变得如此丰富啊 这五公主有点东西啊 好险好险 还好我聪明反应迅速 让这一压的说出来 我小命就没了 西明皇有五公主 莫不是有什么秘密 这人还没完没了了 真烦 北陵摄政王 管得问你也太宽了吧 哦 君丽叶性子殷勤不定 量薄残忍 这丫头 嚣张起来越是无法无天了 连君丽叶都敢挑戏 五公主此言差异 西明与北陵乃是灵骨 多年友好往来 本王理当关心一下 北陵摄政王还真是圣母啊 真伟大 您怎么不去普度众生呢 你这么伟大 怎么不去当和尚呢 本王没记错的话 五公主似乎还欠了本王三千两银子 你 您怎么不去普度众生呢 你这么伟大 怎么不去当和尚呢 本王没记错的话 五公主似乎还欠了本王三千两银子 你大爷的 那银子是我的 跟你爸妈钱关系都没有 那是我的劳动成果 你要是敢打他主意 老娘分分钟跟你拼命 老娘大老远的 把你从荒郊野岭背去武馆 最后费尽口舌 累死累活才得三千两 容易吗我 北陵摄政王 银儿欠下的银子 本宫一会便派人送到你店中 望摄政王切莫要跟银儿一般计较 为什么啊皇兄 那钱 银儿 你是不是连皇兄的话都不听了 知道了 大不了今晚 去偷回来就是 冬月太子不必生气 本王不过跟五公主开了个玩笑罢了 钱财乃身外之物 区区三千两银子 本王还不放在心上 既然你觉得钱财是身外之物 那你可以给我的 我不建议帮你保管 真的 我这人最喜欢助长为乐了 银儿 不得胡闹 皇兄 玩笑玩笑 我在跟摄政王开玩笑呢 莫生气 这女人对银子 似乎轻我多钟啊 各国献礼 北陵国 血玉珊瑚一对 黄金万两 八宝琉璃 金陵国 暖玉翡翠一香 黄金万两 南海夜明珠 靠 原来皇帝过个生日 能有这么多礼物 听起来都很值钱的样子 不知道公主过生日 有没有礼物呢 不然 今晚去偷轩缘落成的钱 然后远走高飞 嗯 无聊透了 还有 这两尊佛 动不动就盯着我 多大点善啊 谁每个年少轻狂的时候 至于这么几仇吗 估计现在都在心里想着 要怎么弄死我 要早知道您二位这身份 我哪还敢招惹啊 太舒服了 清班已经全部脱落 没想到 圆主还挺漂亮的嘛 我真是赚到了 看以后谁还敢说我丑 谁 五公主 警觉性不错嘛 啊 君丽业 你呀怎么在这里啊 丑女人 你的脸 区区毒疤而已 我解了呗 那啥 君丽业 你该不会是来报仇的吧 哼 你说呢 啊 北陵摄政王 下来大度 胸怀肯定像北陵的国土那么宽宽 定然不会对我等弱智女流 也就是我下手了 您说对吧 摄政王 灵牙利嘴 倒不知五公主的口才如此了得 看来外界传闻当真不可信 放心 本王不会杀你 用不着这么防备 本王若想动手 你活不到现在 那不知摄政王 半夜造访所为何事 不会只是闲着无聊 找我聊聊天 叙叙旧吧 你懂医术 你懂医术 别的不敢说 可是你体内的毒素 我敢说 除了我 谁都没办法 狂妄 可惜 我偏偏有着狂妄的资本 要不然 摄政王也不会深夜造访了 女人太聪明 可不是件好事 太蠢的话 可能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既然你知道怎么解本王的毒 本王命令 现在立刻为本王解毒 解了你的毒 对我有什么好处 要知道我可是得罪过你 你现在中了毒活不了几天了 这对我不是很好吗 我不仅少了一个敌人 冬月更是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反之我要是治好了你 回头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 这种溃本买卖 我可不做 这个女人看似漫不经心有无厘头 实在聪慧至极 不做 本王动动指头照样可以杀了你 军令 我苏轻盈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有本事你就试试看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 敢这么挑衅本王 你是第一个 还真是荣幸 我苏轻盈别的没有 就是有骨气 好 本王承诺你 你若能解了本王的毒 本王不仅不计较你之前对本王的大不敬 还赏你黄金万两 你意下如何 黄金万两 可受无凭 军令 我要怎么相信你不是宽我 你最后要是倒打一耙 我可是没有活路了 这女人 生辈子穷死的吗 这枚玉佩是本王贴身信我 你拿着它就不怕本王不认账了 哎 好 成交 这枚玉佩你敢拿去当了 本王就一个字都不给你 嗯 知道了 呀的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它是我肚子里的灰虫吗 丑 嗯 女人 你记住 没解本王的毒箭 可别死了 摄政王放心 动作还真快 来了 你说什么 你在大殿得罪了金灵国 他们岂会放过你 靠 夕儿不在 穿衣服来不及了 我这身手再厉害 也不能国提打架啊 军令爷 我是唯一能帮你解毒的人 我死了 可就没人能救你了 你确定 你要做毕上官吗 怎么 你不是说你很有骨气吗 哎哟 摄政王殿下 您肯定是听错了 小的只有排骨 骨气 那是什么 能吃吗 不管了 不知羞耻 不知羞耻 彼此彼此 您堂堂北陵摄政王 生根半夜擅闯我请宫 羞耻这方面 也不遑多让 这女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 彼此彼此 您堂堂北陵摄政王 生根半夜擅闯我请宫 羞耻这方面 也不遑多让 这女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 精力 我劝你别乱来 我死了 你铁定要给我陪葬 你的毒 只有我一个能解 为了你的小命 你必须得保护我 哼 你倒是算计得好 你的脑袋 本王就暂时留在你的脖子上 如果你不能解本王的毒 本王定让你生不如死 那你就拭目以待吧 喂 郡黎爷 我知道你身手厉害 能不能用这些珠花 把她们都弄死 她们都是杀手 训练有素 就凭这几个珠花 你当她们是饭桶 放心 对付她们 这些珠花 绰绰有余 我精透人体学位 你待会儿 只要听我指挥 飞射这些珠花 命中她们的死穴就行 她们人数众多 我的珠花不够用 但是 对于你这种高手来说 要让一朵珠花 连续命中几个人 应该不是问题 你最好有把握 打草惊蛇 本王可管不了你 你等着瞧好了 百慧学 神体学 雅门学 邪小小第二个 风池学 仁仪学 我知何方高人 可否出来一见 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 难道她这些年 都是在窗峰卖傻 来人抓刺客 一个也不能放过 保护公主 真是可惜 便宜她们了 我皇兄来了 这里有她就够了 你快带我回窝 千万不能被她发现了 你似乎很怕 苏紫义知道你的一切 这样杀人欲巫行的本领 苏紫义不知道吧 君丽叶 每个人都有秘密 我不一定要告诉你吧 该死 太子殿下 属下护脚不力 请太子殿下责罚 可查清楚是谁派来的刺客 回禀殿下 这些刺客均是死士 查不到一点线索 但是发现其中几个刺客身上 有个相同的图腾 看样子像是某个皇室宗亲的 查 给本宫查清楚他们的底细 属下遵命 虽说男女有别 但我还得看看盈儿怎么样了 盈儿 怎么了 皇兄 皇兄 外面怎么这么吵啊 还好 不是 皇宫出现了刺客 担心惊扰了你 你无事便好 刺客 皇兄 刺客没伤到你吧 放心 皇兄没事 你若困了 皇兄就不打扰你了 你睡吧 皇兄慢走 保护好公主 遵命 看不出 你还这么会演戏 挺厉害的嘛 连苏子义都被你骗了 没听过 人生在世 全靠演技嘛 军灵业 你现在可以走了吧 我这里想 可容不下你 哼 你倒会过河拆桥 你什么时候能解了本王的毒 本王需要一个期限 这 嗯 要准备到什么时候 女人 别跟本王耍花样 否则代价你承担不起 放心 我很珍惜我的这条命 既然答应了你 我就不会失业 好 本王给你一个月准备 一个月后 你若是解不了本王的毒 本王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一个月就一个月 不过这一个月 您可要好好保护我 您想解毒 就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哼 即日起 你的命便是本王的 本王看谁敢动 好 这句话 我记下了 君理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你别食言了 本王从不食言 今夜想杀我的人 我一个也不会放过 你 最好别让我知道是谁 既然敢招惹我 就要有付出代价的觉悟 奇怪 原本东边已经暗淡的一颗星 却突然光芒大盛 远远胜过了周围的群星 这种情况老夫曾未碰到过 难不成是凤神仙降世了 凤神仙已经百年未险 这次险世究竟寓意为何 以老夫的能力 居然测算不到凤神仙的真正位置 更测不到这凤神仙的未来 真是奇怪 看来这个天下真的要变天了 齐焚天下群雄逐鹿 这一趟浑水本就暗潮汹涌 如今再加上一个凤鸾星 真不知道会如何 师父 臭小子 还知道老夫是你师父 学了本事就一脚把老夫踢开了 你是吃饱硬了是吧 老夫一说让你继承老夫的衣钵 你小子跑得倒比兔子还要快 本王学那些毫无意义 一点用处也没有 再说了本王乃是堂堂北陵摄政王 还不至于沦落到去趟江湖神棍吧 去去去去 什么神棍 那种江湖叔叔 怎能跟老夫的绝学相提并论 还有 学这个怎么就落魄了 怎么就丢面子了 不孝子 你个不孝子 师父 这本就是装神弄鬼 你才装神弄鬼 得了师父 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看破天命吧 等我走了 等等 参加齐国大典后 不要在西民停留太久 最好快点离开 为何 老夫夜观天象 看到凤神星现世 凤神星一现 天下大乱 凤神星 凤神经 可知是谁 还说自己的绝学可以知晓天命呢 这脸打得疼不 看什么看 凤神星乃天机 是不可泄露的 否则老夫会遭天谴的 天机不可泄露 臭小子 你这是在质疑我吗 我告诉你 我虽然算不出凤神星到底是谁 但是你最好尽早离开西民 否则 你的一生将会有两大结束 走出了 你便永远高丽于青天 成为这世间最尊贵的王 不然 你的下场就是万劫不复 那 那又如何 该来的总会来 若是因为害怕 本王就躲起来 那本王就不是军离业了 好 好